第六屆亞洲冬季運動會不夠兩個星期後 就為長春舉行 而參賽的澳門代表團 下週就到了政府總部辭行 林志峰報讀 參加亞東運的29名澳門隊運動員 聯同教練、徐隊人員等都政府總部辭行 行政長官何可說 除了勉勵運動員外 他還表示澳門能夠第一次組織到正式的隊伍 參加亞東運是一個特殊 之後何可說將澳門特區區旗 交給代表團團長蕭威利 再轉交給旗首歌 今個月28日至下個月4日 在長春舉行的第六屆亞洲冬季運動會 澳門會參加冰上曲棍球 和花養滑冰兩個項目 澳門兵曲隊 同組的對手有東道主國家隊以及科威特 主要防守 因為我們同線抽到就是對中國 中國基本上沒有可能贏的 我們主要希望防守打好些 取得經驗 其實如果時間去好 我們應該要去遠些 例如香港都去了昆明集訓一個星期 其實我們應該都應該有這樣的集訓 始終可能都是南方地方 始終缺乏一些場地 練習配套 希望將來好像澳門彈開之後 可以長期繼續用 變成會多些練習場地 是想去見識下其他不同國家的 在亞洲的運動員 不同的選手 因為他們始終都是職業選手 所以他們很多方面我們都可以向他們學習 而代表團團長蕭威利表示 雖然條件限制多 但澳門能夠組織到完整的隊伍參加亞東運 是難得的機會 另外 被問到位於澳門東亞運體育館的 在這個溜冰場 蕭威利有以下回應 3月份 3、4月 就是這個溜冰場 就全面 就好像去年那樣 是全面開放 是我沒有估計錯 應該就是運作 直到完後暑期 暑期活動 這樣我們就 將會又拆後這個溜冰場 就在安置室內田徑跑道 用來執行這個亞洲室內運動會 歐廣市記者林子豐報道 高級組籃球銀牌賽 B組大越輪比賽 分別